大家好,今天要利用DoubleK的来回2D的零线图 图形,这是我们的图形 好,这边有一个直径28,直径14 这边也是一样,直径28,直径14 距离39,距离60 好,我们先以这个当基准 我们画水平线跟垂直线 好,开启DoubleK的 画线 好,水平垂直 好,那距离呢 偏移,我们可以利用偏移直径来做 好,偏移 好,设定偏移距离 39 好,以这条线当基准往右边偏 好,选这一条线 设定偏移距离60 好,这两点是我们的原型 直径28跟直径14 好,回来 素描里面,这边有2D图形 我们画同性原 好,以这一点当原型 直径14 好,直径28 好 好,我们再重复一次 直径14 直径28 好,这里有一条直线 这里有一条42 一条直线 然后导圆角半径8 所以呢,我们这边可以先再画一条 以焦点当基准 画一条斜线 因为这边要导圆角 好,我们做圆角指令半径8 好,修改里面 我们这边有圆角 好,设定半径18 好 到这条线跟这一个 好 我们稍微平移一下 好,再来我们要把这两个圆做出来 好,直径17 直径15 距离46 距离56 还是一样 以这个当基准 来做偏移 修改 偏移 偏移 好 距离46 好 选这条线 往下偏 一样的原理 选这条线 设定距离 56 往左边偏 好 这一点是我的原型 一样话筒行员 直径 17 直径 35 好 这两个 把他结束掉 好 这里有一个半径49的 好 这两个圆可以先做导圆角的动作 半径49 好,一样导圆角 设定半径值 449 好 这个圆 跟这一个导圆角 好 好 再来 这里呢 他有一个缺口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画线 把图形放大 画线 往下 拉垂直线 往下拉垂直线 好 这边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修剪掉 下修剪指令 选基准线 修剪这一段 这一段 好 一样 修剪 选这个缘故 剪掉这两段 好 好 好 再来 我们再看 好 这个图形呢 这里有一条线上来 好 这一个 我们要画这一个 好 这里49下来 然后这条线 上去 往里面偏 半径14 所以呢 这条线要往下偏49 好 再做偏移 好 我们画一条线 先画一条垂直线上去 好 好 再来呢 这条线偏49下来 我们做偏移 修改里面 偏移 好 距离 49 好 选这条线 往下偏 好 选这条线 往下偏 好 一样 选这条 偏下来 选这里 偏49下来 好 这里呢 它都是往上偏 好 往上偏是不对的 我们不要把它删掉 重新来 好 我们再重新下偏移子力 偏移距离 偏移距离 拔掉 好 这边呢 再偏14进去 好 甚至说 如果偏移有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直接画原 以这一点 好 半径 给14 好 再画原 以这个单元性 半径 14 好 这样也可以 好 这个就不需要把它拿掉 好 这里还有一个直径14的 一样我们画原 找到原新 好 直径14 好 再来呢 这里导原角 半径11 好 我们导原角 可以先处理 修改里面 导原角 好 设定半径11 好 我这边这条线还没画 这里 下来 垂直线 好 我们这两个 这条线导半径11 好 我们这边半径值11 好 这个圆 跟这条直线导原角 好 好 再来 剩下中间 这一个 弧形 好 那 我们可以把一些不需要的线 直接先拿掉 这一段 我们把它修剪一下 这要修剪 修剪 这边剪掉 好 外卫的图形就已经做好了 好 再来这里面 这边下来是 42 半径6 好 所以呢 我们画原 以这条线下来 以这条线下来 好 按TAV键可以设定 距离是42 好 角度 270 好 然后以这一点当圆形 我们这边有一个半径6的 好 画原 本点当圆形 设定半径6 好 再来呢 这里 还有一个圆形 好 这里是45过来 这边是32 好 以这一点当局 这里下来 32 好 我们再画一条线 以这一点当基准 下来 32 270度 好 再画一条线 从这里 过来 好 这里 我们再画一条辅助线 我们重称一下 重绘一下 画线 找原形 好 下来 好 这边距离呢 以这条线当基准 这边距离过来 45 好 一样 同样可以用偏移之定来做 偏移 好 设定距离 45 好 选线 往左边偏 45 好 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的圆形 那圆形这里呢 半径11 我们画原 以这个焦点当圆形 设定半径11 好 一样同样的 不需要的线 可以把它拿掉 那拿掉的话 我们的画面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 这里先拿掉 好 这里我们用导圆角试看看 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出来是多少 半径21 半径36 好 我们这边做导圆角 好 设定半径21 这个圆弧 跟这里导圆角 好 可是这里呢 我们就不能用导圆角来做 导圆角来做 做起来会是out的 假设你看 我们可以试一次给你看 好 半径36 好 这里导圆角 这里导圆角 导出来会是out的 那这个图形当然就不对 好 把它删掉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找到圆形 好 各位看一下 这里36 那这边是6 10进12 所以36扣掉12 我把这个圆往外偏 36扣掉12 偏24 好 我们做偏移的动作 偏移 距离24 好 选它 往外偏 好 再来呢 这个是半径11 36 36扣掉22 36扣掉22 14 所以这一个地方呢 我们偏移 14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圆弧的圆形 然后我们可以用圆 然后以这个圆形当基准 然后画半径36 好 这样就可以找到 这个圆就可以过来跟它相决 好 这两个是我们的基准线 我们不要把它拿掉 拿掉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稍微做一下修剪 下修剪指令 好 这两个圆弧 修剪这一段 这一段 好 再一次 好 修剪 选圆弧 跟这个圆弧 修剪这一段 好 那很简单的2D图形 我们就已经画完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零件图 各位可以参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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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